明星的短片 Hi 大家好我是Nancy 我現在人呢 是在韓國的第二天 這一支影片呢我其實最主要就是要帶大家跟我一起去直擊東大門 批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是我第二次來韓國 跟老闆娘就是Syrens的老闆娘是我好朋友跟她來批貨 那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就是傻傻的 因為我想說天啊都要工作到半夜然後到凌晨才可以睡覺 那我就是倒不如就素顏直接就是去批貨 批完回來如果很累就可以直接睡 結果沒想到我到那個批貨的地方的時候 發現每一家店的那個偶妮都打扮得超漂亮 他們都是全妝然後頭髮然後整套都是配好的 然後我上一次去的時候我是整個大素顏 我就覺得不行 不可以讓他們覺得台灣女生比較不會打扮 所以我就打算呢我今天一定要化一個非常完整的妝 然後呢就是去跟他們扯平 重點是到底誰要跟我扯平 其實像現在是韓國時間的下午2點多 那我們今天有一整天很滿的行程 就是我們下午要出去外面拍照 然後拍完照之後應該會去吃燒肉 然後吃完燒肉還要回來準備直播 然後晚上再去批貨 所以基本上呢我的妝就是從此時此刻開始 下午2點多至少要撐到12個小時以上 就至少要撐到隔天凌晨4-5點吧 這次帶來韓國的粉底就是這一瓶 很厲害的滋生糖超進化持久粉底液 這一瓶粉底液呢其實我在台灣就已經用過 所以我已經測試過就是在台灣一樣很濕熱的天氣 它用起來還是妝感非常好然後很持久很遮瑕 然後可以撐一整天 但是呢我覺得來韓國又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韓國它的日夜溫差很大 然後室內跟室外的溫差也很大 像這邊白天大概都有到30度 但是晚上只有大概是34度左右 韓國的氣候本身是比較乾燥的 所以我就想說這一瓶粉底液已經 survive 台灣那樣子很濕熱的天氣 那我就是要來測試一下它在韓國是乾燥的天氣 然後又在溫差這麼劇烈的狀態下 它是不是也可以持續整天 然後妝感還是很好看 這一瓶粉底液呢我會建議大家一定要用這一支 紅鑽石雙效美顏刷來使用 因為這一瓶粉底液它自己本身是屬於很高遮瑕粉底液 所以它的用量只要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你就可以達到很完整的妝容 那我自己是發現說如果用海綿的話呢 會覺得它妝會感覺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我自己發現它是搭配像這一支粉底刷來用 它的效果是最好 那它這一支粉底刷你看它很特別 就是呢它前面是像我們比較熟悉的那種毛的刷 然後它超軟超舒服 但是它後面有一個這個QQ軟軟的東西 它是凝膠氣墊頭 那我會用它呢就是先把我們的底妝在手上先就是稍微推開 因為它就是有點像是模擬我們手指頭的質地 然後呢去在臉上上妝 然後會讓你局部需要加強的部分那個妝感再更服貼 那我自己的習慣就是我會先這樣子隨意的點全臉 然後直接就是拿刷子用畫圓的方式把它推開 你會發現它這支刷子啊 它跟一般的那種比較扁平型的粉底刷比較不一樣 因為比較扁平型的粉底刷 我自己用起來是會覺得反而比較容易有刷痕的感覺 但是這一支真的超級好用 就是它的毛很細很細 然後呢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把你的妝推得很均勻 這一支粉底刷上完的那個妝啊妝感非常好 因為它就是會變得很薄很服貼 可是還是維持它原有的那個遮瑕力 現在是已經薄薄的上完一層 其實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妝感是非常薄透的 下巴就是常常都會有一些類似那種痘印的那個痕跡 其實它的遮瑕力是非常好 然後像我的這個鼻翼兩側啊 我就會稍微再加強一點點 就是直接用按壓的方式 就是它會讓你的那個小細節的地方 就再更服貼更持妝 因為像我自己如果是脫妝的話 通常都是從鼻翼開始脫 所以我會針對鼻翼的這邊 就是再特別的加強 黑眼圈部分我也會再找個加強一下 就會用比較小的刷子來上 它有一點點這種斜角的設計 所以它在一些像我們這種眼屋這邊比較容易暗沉的地方 它都可以做到很細微的遮瑕 它上完妝之後它的妝感是很薄透的 然後呢它不會讓你的臉覺得是很厚的一層粉在上面 就是你還是可以看到它這樣子隱隱約約的光澤 然後我下巴的這些就是一些痘印啊什麼的 其實都看不太到 你來說就是高遮瑕力 但是妝感又是薄透的 然後眼周也不會出現有這種卡粉的狀況 那我現在就是快速的完成全臉的彩妝 這一瓶粉底液它其實有12個顏色 然後我用的最深的顏色是320 那我覺得它的色調 因為它可能是日系品牌的關係 我覺得它跟我的色調其實是蠻接近的 我覺得就是用刷子啊 然後上粉底液比較麻煩的話 比較習慣比較快速的用氣墊粉餅 那我覺得這個氣墊粉餅的好處就是 第一它一樣是跟這一瓶粉底液一樣 它的遮瑕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如果是單獨的使用它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足夠 然後呢它的包裝設計 比一般的氣墊粉餅還要扁一點 所以我覺得外出攜帶也非常的方便 之前在台灣的時候 我其實有單獨使用過它的氣墊粉餅的妝感 我覺得它的妝感又比粉底液再來的遮瑕力 再更高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很追求很高遮瑕的氣墊粉餅 這一塊超進化持久氣墊就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現在呢就準備出門 我們等一下要去宏大那邊逛一逛 一整天呢我就會直接用實測的方式來記錄這整個妝感 有志的這邊我是完全不補妝 我會讓大家直接看到說 可能一整天下來它的粉底液它的妝感會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如果有需要補妝的需求的話 我就會用氣墊粉餅去補妝 然後一樣讓大家看一下就是兩邊的比較 那就跟我一起出發吧 現在是晚上的六點半 然後距離我上妝到現在大概是四個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宏大的一間網美咖啡廳 它這邊還蠻可愛的 就是有一個那種庭園的感覺 然後有花 它這一間就是一個很夢幻的網美咖啡廳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妝感 就是我現在是上妝大概四個小時吧 基本上都還是非常的完整 沒有任何脫妝 我們待會就看一下妝容能不能通過那個燒肉烘烤臉蛋的考驗 我們現在是在宏大的某一區 然後呢路邊有人在唱歌 現在的天氣好舒服 然後這邊滿滿的有超多家那個燒肉 我們現在正在抉擇 不知道該去吃哪一家 我們後來決定來吃這一間小豬唇前頭 現在是晚上十點鐘 然後呢我們已經回到飯店了 剛剛我們去吃了燒烤又去吃了冰 然後又在宏大附近逛了一圈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的妝感 我現在看呢就是我的額頭其實是有一點出油的 就是梯子不會有點出油 但是第一整體來說 膚色並沒有暗沉的狀況 然後近看一下那個遮瑕力 也是還滿完整的 就是鼻子這邊有一點點脫妝 可是它沒有那個卡的粉痕 眼周也沒有卡的粉痕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它持妝力是滿好的 我們待會要直播 直播完之後才要去皮活 就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我現在還在研究我要如何就是把這個直播轉到我的頁面 它的那個材質是有點像是雪紡的 在懷胎四月穿起來都是ok的 嗨我們現在來到東大門 然後現在是晚上半夜的十二點半 那其實這邊晚上的東大門其實很熱鬧 就是在這邊啊晚上就是真的很多很多人 大概到四五點都還是這麼多人 然後你會看到這些都是已經別人批完貨的那個包裹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這種大哥在幫忙打包啊 然後寄送等等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邊滿有趣的就是 他們都會把那個買好的東西就隨意的放在路邊 都不會有人偷 所以我覺得治安還滿好的 對然後晚上的東大門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洞 所以它還不至於說會 就是整條街都是很擠 可是就是真的人很多 現在是半夜兩點鐘 你看我後面整個人擠人 在逛那個裡面它其實走到非常的窄 然後呢在你逛的同時呢 邊邊又會有很多搬貨的大叔們 進進出出 然後在這邊批貨呢 就是像你可以自己來 然後但是他們很多都會講中文 可是如果有遇到不會講中文的 就是你也可以請一個翻譯 然後會幫你就是跟店家溝通 來這邊呢你就是要先找好一個貨運行 就是這裡有很多貨運 它會有不同的業費的價格 那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比較一下 然後呢每次要買東西的時候 就要跟他們說你配合的貨運行是哪一家 他們就會幫你把東西送到那邊去 滿有趣的一個經驗 大家好終於回到飯店了 現在是凌晨的5點10分 然後呢我從下午2點鐘到現在 上妝後15個小時 我今天完全都沒有補到妝 因為我今天帶著這氣墊粉餅出去 然後我中途就一直想說 如果有脫妝我要補 結果它都沒有脫妝 然後吃完燒肉也沒有脫妝 所以我今天一整天是完全都沒有補妝 也沒有連那種用面紙擦臉上的油都沒有 所以它是完全的真實呈現15個小時後的這一瓶粉底液的妝感 基本上我臉上是有出油的 然後你看就是它雖然出油 可是它的顏色其實本身是沒有暗沉的 我的黑眼圈這邊有點脫妝 就是我現在黑眼圈已經跑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 所以我真的太累了 出油之後其實是會有這種 奶油光澤機 我覺得老實說它的持妝力真的 有點點的嚇歪我 就是15個小時連補妝都沒有 我覺得有點扯 然後呢我給大家看一下鼻翼 因為我通常脫妝是鼻翼 其實鼻翼這邊也都還OK 就是有脫一些些可是至少它沒有卡粉 然後呢下巴這邊就是也是有脫一些妝 它沒有像我剛上完妝它的遮瑕力這麼完整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15個小時連補妝都沒有 持妝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我下午就是實測都沒有補到妝 那我現在就是用氣墊很快速的補一下 氣墊我用的色號是350 然後也是它們系列最深的 那其實它的這個顏色跟我原本的粉底液 有一點點不同 我原本的粉底液是320 所以你看就是看我現在補妝 你會覺得它的顏色稍微比較深 自己其實臉本身的膚色是比我的身體還要白的 所以我通常粉底液我都會挑深一點點 那我現在就是一樣就是先補半邊臉給大家看 這個氣墊粉餅它的遮瑕力也是可以堆疊的 就像我現在就是只有用很少料 然後你看一下這邊的妝感就變得非常的完整 我製的這邊是沒有補妝已經經過了15個小時 然後這邊是我剛剛很快的拍過氣墊 然後你會發現說你用這個氣墊補完妝啊 它的妝完全不會斑駁 就是有一些氣墊粉餅或是你如果一直不斷補補補 它會變得有點結塊的感覺 但是你看我現在 它的皮膚還是非常的平滑 然後還是有這個光澤感在 所以呢 這個氣墊我個人非常非常的推薦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粉底實測外加 跟大家分享東大門批貨的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那有任何問題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別忘了給我一個讚 因為我真的累爆了 我現在真的5點回來 5點現在已經5點20分了 我還在錄影片 好啦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